一想到兒子再也回不來 陳爸爸瞬間紅了眼眶 他完全沒有想到 孩子只是送女朋友回家 怎麼自己卻再也回不了家 21號凌晨 19歲的陳同學 在台北市辛亥路與芳蘭路口 撞上了一台橫越馬路的工程車 當時下的雨事先不佳 但在工地現場 不但沒有交通管子 也沒有擺放交通錐 檢察官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繞一圈回轉 意思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往前開回轉 他就說因為他們工作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做 都沒有 就是意思說 他們就是貪獨一死的方便 機車卡在工程車底下 車殼破碎扭曲變形 曾經騎士當場失去 神明跡象 送引不治 他與家的距離 只剩不到10分鐘的車程 從此天人永隔 陳爸爸 陳媽媽 除了難過更多的是憤怒 台北市政府發包出去的工作 他有監督的責任 他有連帶責任 那他可不可以出來 幫我們處理後續的問題 造勢的工程車 當時正要進入 辛亥路地下道施工 這是北市新工處 外包的地下道美華工程 但意外發生後 只有承包商出面 北市新工處身為主管單位 卻不穩不穩讓家屬好心寒 他們根本也沒有任何一個人 出來負責啊 那出了一條人命 你該有人懲處嗎 沒有啊 父母口中的乖兒子 朋友心中的好兄弟 就因為施工人員的便宜形勢 發生車禍 廣送性命 北市新工處表示 意外不在港區內 跟市府沒有直接關係 但會督促承包商儘快處理後續 只是這番話聽在家屬而離 恐怕更難接受 今天請問你 到處都會有很多 難以為 我會聽到 一條人命 努力 我會聽到